两天不回东北了吗 我就打算带这几个粉丝来见识见识 这个冰棍在我们东北是咋卖的 这冰棍给我们东北那都不放冰箱里 因为搞不好冰箱温度还没我们室外温度低呢 也正因为我们占据了得天夺厚的环境优势 才拥有了室外天然大冰箱 而且我们东北的冰棍还贼便宜 这边是五毛的 那边是一块的 还有两块三块的 像这个索菲亚大雪砖35一盒 基本上就是顶配了 哎你们看我找到了啥 估计零段号都没见过 最原始的小小人 这可是俺们8090后的童年回忆 还有这个大脚牙 以前叫大脚板 十年前卖一块钱 现在还卖一块钱 那可真是良心价格的 还有这个冰棍 之前叫鳄鱼头 不知道咋的 现在还改名叫大火炮了 俺们这嘎了冰棍不仅便宜 还有优惠呢 你买十根老板还能送你一根 你看我买了这么大一盒 都才花了八块钱 这不就相当于吃了一顿免费的八王餐吗 这两天不回东北了吗 我就打算带这几个粉丝来 见识见识啊 这个冰棍在我们东北是咋卖的 哎 这冰棍给我们东北 那都不放冰箱里 因为搞不好冰箱温度 还没我们室外温度低呢 也正因为我们占据了 得天夺厚的环境优势 才拥有了室外天然大冰箱 而且啊 我们东北的冰棍还贼便宜 这边是五毛的 那边是一块的 还有两块三块的 像这个索菲亚大雪砖 35一盒 基本上就是顶配的 哎 你们看我找到了啥 估计连轮后都没见过 最原始的小雪人 这可是俺们8090后的童年回忆 还有这个大脚牙 以前叫大脚板 十年前卖一块钱 现在还卖一块钱 那可真是良心价格了 还有这个冰棍 之前叫鳄鱼头 不知道咋的 现在还改成叫大火炮了 俺们这个阿拉冰棍不仅便宜 还有优惠呢 你买十根老板还能送你一根 你看我买了这么大一盒 都才花了八块钱 这不就相当于 吃了一顿免费的八王餐吗